谢霆锋终于要给王菲一个交代,张柏芝回十一字划清界线,或许真的要来个了断了。 当年谢霆锋与张柏芝之间的爱情是很多人都羡慕不已的,并且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。 婚后张柏芝更是为她生下了两个儿子,这段婚姻的六年里张柏芝很少再出演一圈拍戏。 更多的是在家相夫叫子,不过可惜的是最终俩人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。 谢霆锋和张柏芝的爱情,或许真的要来个了断,只希望这次,他们两个都能找到归于自己的夸娇。 就在最近,王菲和谢霆锋高调地秀起了恩爱,先是谢霆锋称王菲为My Girl,然后还问她想要什么礼物,难道谢霆锋要给王菲一个名分,算是对她的一个奉告。 对此,王菲也回应了谢霆锋,说她就是最好的礼物。 两个人的谣相呼应,真的让不少网友都吃了一把狗粮,看来,这是要结合的节奏啊。 虽然之前谢霆锋和王菲就在一起了,但是一贯都是很消沉的,因此也有很多人不看好他们,究竟两个人的年岁间隔有点大呀。 现在揭露秀恩爱,应该是想打破之前的留言,看来谢霆锋变得老大了。 不过变得老大了不止谢霆锋一个,张柏芝也逐步走出了阴霾,面对不再爱自己的谢霆锋,他也直接回应道,我每天都觉得比任何人好,这十一个字难道是想跨清界线了? 确实,张柏芝虽然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很辛苦,但是两个孩子的名利让他学会了知足和感恩,每次看见他们三个一起夸交的姿态,都觉得张柏芝就算没有谢霆锋也可以过得很好。 谢霆锋和张柏芝的爱情和婚姻总算要告一段落了,两个人也开端了新的日子,不知道咱们觉得,有孩子伴随的张柏芝夸交呢?仍是有王妃伴随的谢霆锋夸交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